大如雪姐妹的离别 和我分享变动了谁 周杰伦2005年首度指导MV 讲得是前世精神爱恋 剧情浪漫唯美 MV场景选在中影文化城里的客栈 但拍摄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们其实还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奇怪 他们讨论完之后 他们就发现说 那个镜头自己已经在转动在拍摄了 中影文化城是电影电视剧 最长取景地点 里头场景跨越时空 或许就是如此 各界人士都爱来这里 就很奇怪 刚刚他还明明来帮忙 可是就是找不到他 早早早早了 一个小早早到快 傍晚的时候就找到了 然后发现说 他离开那个剧组 非常非常远的地方 他就整个人昏倒在那里 绰号张大胆的女演员张本渝 在里头拍摄时装喜剧 就曾发生奇怪事件 没有人跟他一起去上厕所 可是他发现说隔壁的厕所 他一进去 隔壁也门也关起来 有关门的声音 然后甚至于他用完 他冲水 隔壁也有冲水的声音 不管电视剧 电影开进前都要拜拜 保友已久仪式 是所有人员注重环节 他要戏神王爷 那王爷代表他们的武财神 你拜他代表 这个先以后兵 传统开进仪式 拜戏神 除了要准备三生九里 鸡 猪 鱼 还有水果 但有禁忌 芭乐 番茄不可以 甚至香也要选择黄香 不可以是黑香 国际大导演李安 即使在国内外 和外国团队合作 开进也始终保有拜拜仪式 导演卢贝松 电影陆西台湾开拍 还有好莱坞团队来台拍广告 也跟随习俗 听往刘德华拍摄港戏 更是必备 不管相不相信 开进仪式是片场特有文化 40年历史的中影文化城 里头的传言 也已经是演艺人员们 见怪不怪的经验谈 这里10号夜莹台北 写访报导